这里是万元和平村一组 因为居住人口少,环境清幽 博爱流浪动物保护中心 迁到这里后将避免出现扰民的情况 这段时间,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修建狗狗们的新家园 记者注意到,有一排较大的犬舍已经基本成型 往后大型犬将在这里安家 这一半边这六间 这六间可能就是大型犬 因为这个板子比较宽 大型犬,最大的比如古墓啊,金墓啊 那些,边墓的这个大型犬 还有那个要害被子几个 对于犬舍修建 杜女士亲力亲为和工人们一道商讨 为的就是给狗狗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按照这个就是营地之一嘛 按照这个地理环境的话 我们这个样子就是说的 大型犬或者是老年犬我们都是分类了的 一层楼就是那个就是医务室 医务室或者那个美容室 等于就是桌子冰圈啊 还有那个冰圈给你室 都在这个一楼 然后这边就是狗狗的那个 比如堆放狗粮的 还有厨房,厨房的地方 二楼,二楼就是母婴室 二楼就是母婴室 喝到餐机构 三楼就是工人,祖的地方 以前,博爱流浪动物保护中心地处云盘梁西凤路 几百只狗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搬迁到万元之后 杜女士自己出资修建犬舍 政府还帮忙解决水电 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 对于不爱流浪动物保护中心的未来 杜女士也充满了期待 我们不仅仅只是手中流浪狗 我们主要要把它作为一个动物保护教育基地 宣传和民养权,提倡监狱 比如今后我们这个地方高层 也就是说把绿花各方面高层 高层时期都有花草的那种环境非常优美的地方 我们下点最后推特别的地方 changed 感谢观看